嗨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的好朋友 陈岳青 为什么叫绿拿铁呢 因为它打完以后 上面会有一层泡沫 这层泡沫都是天然的蔬果的酵素 非常的营养 底下却是蔬果汁是绿色的 所以我们它叫做绿拿铁 很多人早上都要喝一杯咖啡提神 但是咖啡其实是会上瘾的 而且对我们的身体未必完全有好处 所以我们希望早上用更好的绿拿铁 来补充营养 可以让自己一整天都精神振奋 而且越喝越健康 其实每个人都需要 尤其是外食族 忙碌的上班族 还有没有时间补充蔬果的人 消化力弱的老人 挑食的孩子 甚至疾病中或者疾病后需要大量补充营养的人 都适合用充满了蔬果 天然豆骨这种营养素的绿拿铁或者豆骨浆 来补充体力 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浦拿铁铁新冻包里面还有很多种食材 所以它的营养是非常均衡多元的 特别是来自于蔬菜水果的天然酵素 可以帮助我们肝脏加强它的解毒能力 还有加强它的代谢能力 那当我们身体代谢好解毒能力好 我们当然每一个器官的功能 甚至我们的皮肤都会变得健康透亮 还有呢里面因为不滤渣 所以可以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这些膳食纤维呢就是我们好菌的养料 可以强化我们的肠道 改变我们肠道环境 那同时呢让这些好菌呢 让我们的免疫力提升 因为肠道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免疫器官 另外不飞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呢 也可以帮助我们把食物的残渣啦等等 很容易的排出来 就解除便秘的痛苦 早上喝 中午喝 半晚喝 晚上喝都可以 不过我自己不喜欢太冰凉的食物 特别是早上 所以呢我都会先喝一杯温水 然后让胃温暖一下隔半个小时再喝 然后女性呢体质比较寒凉 所以在八点以后我也不会喝冰凉的蔬果汁 另外在喝的时候也要注意千万不要牛饮 要小口小口的喝 而且要略加咀嚼 让这个营养丰富的汁液呢 能够跟你的唾液充分混合 这是因为我们的唾液是专门用来消化碳水化合物的 所以当它们混合充分的时候 会让碳水化合物的营养转化的比较好 虽然打绿拿铁或者豆骨浆一定要加水 有补充的水分 但是喝足2000cc的水还是很重要哦 因为水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营养素 它参与我们身体每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 所以如果你喝了足够的水的话呢 你可以减少肝炎症 可以让你的大脑不缩水 可以让你的肌肉还有全身的神经 它的运作都非常的正常 尤其是如果你吃了大量的纤维 却没有补充水分的话 你可能便秘会更严重 所以喝绿拿铁更要喝好水 更要注意多喝好水